好 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这局定律徽是长台上手 看一下右下方抵带 只能接上的 稍微带一下黑球 黑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不错啊 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从0比3 前三局定律徽打得非常好 然后张达也是连锥三局 打到了决胜局 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黑球向上的角度 嗯 黑球没打进 这个简单的失误啊 再看一下这一杆 这一杆其实不是太难啊 就一个翻角度嘛 左边中带漏了 好 中带打进 先把黑球给他打进 嗯 黑球打归位 好球啊 直接带开球队 嗯 带开球队以后好像不太好接呀 不好接 右下方抵带没有那就没了 转防守一个 哈 还差点摔带 左下方抵带漏长台了 还是考验准度的一杆 好球 好球 长抵打进 看看黑球 黑球不好切了 应该还能打 嗯 能打 能打 这颗红球给个特写镜头就发现不影响 好 黑球打进 左边 左边 中带又下球 嗯 这又是定居辉的主场了 看看能不能一杆超分啊 电击辉得迅速的把这个状态提起来 否则过了小张 下边老张在那等着呢 老张就是张海根 也就是西金斯 啊 黑球 黑球 黑球一个这是 看看角度稍微向下了 嗯 转角两裤要中带 中带的一个薄球向上 打进 调篮球 嗯 篮球打进 右下方底带还有下 好球 关键时候定居辉的状态又来了 好球 黑球较到 嗯 还是转角两裤 然后弹起来要右下底 好 再给他切进 切进继续调篮球 啊 这局定居会拿下的话 张云达就气死了 你说早干嘛去了 对不对 明明可以打4比0的 结果打了个4比3 篮球打进 右下方底带再吃一颗 嗯 这颗红球没打进 哎哟 致命失误啊 致命失误啊 啊 要命了这个 大带给你稳一手 把你把你稳走了 右边中带啊 右边中带啊 就下球 好球 中带打进 先来吃篮球 分数是足够的 但是想要一杆清台不简单 一杆超分不简单 好 篮球打进 吃库再下篮 右下方底带接上应该是不难 走多的话 左边中带也能接上了 好 现在不行了 右下底 好 右下底打进 这就接上黑球了 好好的一场比赛 在希望的田田野上 被打成了在绝望的田野上 左边中带这一颗不简单啊 这颗是有挑战性的 选择了稍微靠上的这一颗 打薄球还难度小一点 好球 继续调篮球 篮球看看能不能把最左侧边 或贴裤的这颗红球给带一下 现在最难的就是贴裤的这颗 理论上是死球 嗯 左下方底带叫到了 带一下 K出来了 漂亮 一下就给带活了 篮球还能接上 这样左边中带也有下球了 又要被翻盘 一共打了七局被翻了三局 好 这刚下来找黑球了 一个窗战的点 有点几秒 小伙子 这边有点几秒 这边有点几秒 有点几秒 三个几秒 三个人 那边有点几秒 差不多 对 一边有点几秒 黑球轿子 角度是不错的 嗯打进转角两裤 左边中带看看 左边中带 还是一个大角度 左上方顶带看看 有下球的应该 挑战一杆长弹 好球关键时候还是张安达的稳定性更高啊 这就收彩了 收彩的话我们看看应该是打进粉球超分 嗯 粉球还没在点位 这粉球是最后一个难点 哎呦 丁主任这是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 开局放盲炸的选手 最后来个对3 好 看一下粉球 顶一下 推推 没推好 哦 关键球啊 现在还没有超分 张安达是领先6分 台面13 打进粉球超分 先防 嗯 好防守 好 做一个分边 分边也没问题 接着 我来说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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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